巴黎文化庭透過鄉親陳登陽老師的帶動 跟原本文化庭裡面吃魚的水豬 跟有機菜餐結合 搭造魚菜共鮮的順序系統 為隔壇生活真一分心 巴黎文化庭的這天一下做會 我們來是準備採集有機適合菜餐來吃菜水果 這原本就有有機適合菜餐 後來在陳登陽老師傳料一下 變成為魚菜共生區 因為景觀池本來是都沒有東西的 後來綠藻還蠻嚴重的 就是那個綠水的部分 後來我們幫牠做了一些處理以後 現在的景觀池那個魚看起來 非常非常的健康 雖然天氣很燦爛 在菜餐來菜收起菜有一點辛苦 但是看到某某的修行 在這次某某的這天 都覺得很開心也真有新酒感 我們今天是收穫滿滿 你們都看得到的 我們都有很滿 很高興很快樂 我們的魚菜共生的菜園裡頭 所長的菜 有茄子 番茄 還有空心菜 有很多很多 我們隨手可得的青菜 番茄廠本來就是環保工作一百分 現在又是在鄉親 可以在共同來參與的魚菜共生區 不能傳達順環在利用的夠有意義 也可以敦親慕靈 可以說是一減二個 既然心中林金如 巴黎蔥報道 好 好 好